一定要超过半年的有效期 半年的有效期 你不能说 我自己出去赚到了 因为护照剩四个月 回来之后才换 不行 剩不到半年 那个 你的出国就会被挡下来 就出不了国了 所以称签证啊护照啊什么的要先搞清楚 那么如果你是自己出去平安险保护一点 造福一下家人 好那 什么都要多戴 这很重要 什么都要多戴一点 那你在家里面一定要演练过 像这边 我为了去看日食 我先在家里面演练 所有的东西架起来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少了什么 架起来知道会不会互相干燥 这些都要先准备过 然后出发了 刚刚我们讲说出国前你要注意的这些东西嘛 那出发之后呢 你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身上背包里面要戴什么 我的建议是 你 夏天出去 穿个背心 没有秀那个背心 把证件放在里面 比较安全 证件放在里面 所以 就是像你背包上面的 你可能背个背包水壶 手机啊 如果你有什么 药品啊 头痛药也好 什么药也好 但是要不要乱带 像米国会管制 所以要小心 地图啊什么的 这些 就是放在身上 比较不怕 那如果你是去中国大陆 那你要小心 因为中国大陆有一句话 叫做 背包如果是背在后面 那就是别人的 听得懂吗 所以你要是去中国大陆背背包要小心 背包如果背在后面就是别人的 要小心 那有个小技巧就是 穿多口袋的衣物 穿多口袋的衣物 你就可以到处塞 但是你要小心 我就曾经发现过 我的护照塞在哪里找不到 结果是塞在袖子里 昏倒 那么 行李带出去的时候 防震防霜要保护做好 那么 小心违禁品 我所谓的违禁品是指 比如说现在很多 现在规定是不能带 液体上飞机 你可能不小心带到 或者是你不能带 那个小刀 你可能不小心带的 瑞士刀 小小的丢在行李箱 没有注意 那就进我登机的时候被拦下 像这种东西要小心 那最后一点 如果你租车 是一群人 一起租 一定要在租车公司那边 助记 司机的名字 最好是全部人的名字 通通写上去 最好这一点做到 就是说 这一辆车租出去 是我租的 可是司机不是只有我 而是我们这一群人 每个都可以开车 那你每个人都写上去 万一出事的时候 保险公司才会赔 如果你是我租的车 司机写我 结果是 某奖开了车 出车祸 保险公司会不赔 所以这个地方要小心 然后最后我们终于回国了 未来 Aaron再出去 还是会 还是会出去 2012年 可能想去看极光 因为现在太阳黑子开始极大了 可是 2012年 现在是11年年中了 12年去好像有点太赶了 我是有点考虑2013年再去 2013年 但是2013年去会有个风险 就是2012年就是世界末日 OK 2017年8月有个 日全神在美国 在美国就很方便 因为美国太大 你飞到美国去 什么地方看都可以 美国就很方便 所以应该会去看 19年 在智裔也有个日全神 那么这个是未来的目标 可以的话去看 看看顺便去参观 黑南那几个 大的不像话的天台 应该是蛮赞的 最后 2050年 如果还没上天堂的话 想来上太空 OK 谢谢各位 今天我们会讲这边 谢谢 谢谢 我们感谢厂长 我们来做进场的演讲 那 因为时间又往后延 所以我们可能那个休息时间 我们要缩短 就五分钟就好 那大概有分钟不中的 来进入下一场 那如果需要上厕所的话 再会有什么 说讯一下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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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